好 我们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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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寿时 我尽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一技教灌刚中和所 各位必求 各位必求您 各位撒咪 各位撒咪您 各位居士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放涨 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呢 有跟大家谈到 就是说涅槃在大乘见解当中呢 他已经有了一个很正面的意涵在那里 那这个正面的意涵呢 使得后代的大乘学者 在望着果而修阴的时候呢 就比较知道说 大乘的操作意义 所谈的不住涅槃不入生死 不堕生死 不住涅槃 不离于两边 那么一切法皆是佛法 所以能够立一切众生 一切法 这也就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这么久的时候呢 有一些 我觉得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 他就说 那个佛道融合了 那个有些出家人都跑去住那个道观 或者是住那个民间庙宇 其实这就是因为大乘佛法 知道说很多天仙鬼神 他本来就是佛教的护法 虽然讲这个话 有些道教信徒他不乐意听 但就是佛教立场是这么看的 所以在他的想法是 在佛教的祖师们的想法是 这些人有缘 信 比如说信财神 信龙王 信关公 信关羽 信妈祖 那好歹绝对比不信什么都好 那么也不会粗言给予批评 不会 甚至于在某些情况 还会告诉说 那你既然信这个你就好好信 那么这种情况 佛教徒很 特别是佛教出家人很自制 很克制 很不会随便去批评到 人家的行为跟作为 跟信仰操作 包括我自己在内 你看前一阵子灭香风如 这种概念出现 政府一再说没有 其实是有的 公文里头是证明是有的 他也无所谓 他也不怕 因为他认为他这个有名义 其实这个都不一定 是这样子 但是呢 整个社会上 就一种对宗教的无知 跟排 不敢说排斥 但是就是无知 跟把你当作 你是方外 那我们怎么说你 反正你就是那样 这种态度之下 而他们就对于道教 一直去要求 还要求你贴上这个公告 有一次我在观善寺 台中观善寺 后来我现在有告诉我们 那个造成法师要注意 你在我在观善寺上面的 公布栏上面 你知道看到什么吗 性侵防治公告 他把你宗教场合 认为是性侵罪 最会发生的地方 哇 你是太侮辱人了吧 后来我在台北 我去跟一位行政主管讲这个话 我说你们在台北敢这样贴吗 他说他们不敢 台中就居然这样贴 那台南要给我敢这么贴的话 我就跟他没完没了 太那个了 居然下公文要你贴 你是怎样 你是有我这间寺院的什么记录 还是怎样 你看这种对 你知道吗 寺院被政府有三种认定 第一种就是刚刚讲 叫做性侵最危险的地方 第二 洗钱 高危险群 你知道有出家人要去开户 被拒绝你知道吗 师傅没事干嘛一直开户 很这样啊 嗯 还有现在还有这样讲的 师傅啊你住在台南啊 你就不要在台北开户了 这样啊 我们是被标定为洗钱高危险群 第三 你知道吗 卖房子的地方 周边300还是500公尺的地方 有加油站 有寺院 有宫庙 一定要标定 这样会让所谓的那里的房地产比较低 这是房地产公司都知道 这样 所以说我不说好多佛教徒还搞不清楚 还不知道这个事 我们是被这样认定 所以我说 如果不一个宗教基本法 来让社会翻转对宗教人的看法 你知道吗 我去围园啊 他的教堂比土地公庙还要多 比台湾土地公庙还要多 一间比一间大 人家没有人会这样想 这样 所以华人文化里头有一个很怪异 平常没事说你宗教退到一边 是不好的 等到家里死人 生病了没人医 或者一直了钱 或者是买彩卷一直供估 他就会找宗教 或者要拉票 或者要拉票 对 反正想要偷鸡的都会来找宗教去 平常都把宗教踢一边 华人文化真的有这种特格 有这种样貌 当然我不是正规的佛教徒 不是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文化气质 你要读出来这个样貌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我说这是怎样 他说房地产公会规定的 国家也是这样定义的 寺院周遭 不管是500还是300公尺之内 有加油站 你要标示 因为危险嘛 懂吗 然后有宫庙 有寺庙也要标示 那我说教堂 教堂不用 教堂不用 现在要不要我不知道 当时我问的时候教堂不用 这个圣群庙文件 需要贴 因为房子的姓沙王那边 圣群庙 你看 贴就照相给他看了 真的 你看 他就用这招 他就是用这招来压迫你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宗教基本法如果不起来 你根本没有一个保护 你跟政府你怎么说 你没法缩引他 你知道吗 他去贴一个简香风炉的公告 你知道贴在哪里吗 就贴在你香炉旁边 那种公然的乌鱼 当然他不是佛教嘛 对不对 所以我看在我眼里我就说 你敢对道教这样 民间信仰这样 那将来你就 哪一件事情遇到佛教怎样 比如佛教放生 他就敢来对付你了 你知道吗 差一点 差一点 农委会定一条 放生要报备 要怎么样要怎么样 是这样 当然我们今天放生也去报备 没有错 他是用法律的方法 也就几乎遮断你放生的可能性 那就是林黛化去骂 所以人家外面那些新闻报纸 是笑他用一种话语在讽刺他 他叫佛系 佛系立伟 我觉得蛮好的啊 佛系立伟好啊 看看还有没有 我们就让佛系立伟 永远都会选得上才对 所以我现在也要开始注意一下 就是说 能够支持我们宗教基本法的佛教 的立伟 不分兰律 我们都应该支持 应该这样讲 我们也要公开对外这样讲 那你就来要票 没关系 因为我们佛教是整个台湾的 新闻都有 我人虽然在台南 我的信徒不会只有在台南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会呼吁普里 高雄台北 在哪个选区的 我就把他点名出来 这几个也要选 要支持他 就这么简单 佛教会当然有他们支持的人 我也会去理解 是这样 我支持的佛教会一定支持 佛教会支持 当然我们理论上也应该要一定程度的支持 那现在我要去整合 我这几天再找 我们静药长老 静药理事长 他当理事长 那我再跟他谈一下 我们的沟通都很顺畅的了 看看怎么办 我都在帮他忙的 就是帮佛教的忙 就是帮我们自己 这样了解 所以说这种宗教在社会上面 一个悲悯之心 必须要被尊重 这是很重要 公开场合当中 这个宗教要相互的融合 相互的协助 让众生觉得宗教是一体的 这个并不能说 佛道教混合 不能有这种学者的洁癖的看法 没有什么混合 我们只是在注意 大家都有不同的角度在帮助众生 而且一切法皆是佛法 不过话说回来 这是有底线 底线就是说 你总不要把人家的玛利亚 说成观音菩萨 这样子的话 人家不高兴 我真的问过神父啊 你以为你是帮他贴金 人家不领情 人家说 你们是神 我们是上帝 是同管一切 怎么会跟你们一样 第二 第一是这样 第二 神创造一切 你把我们赶成一样 那变成是 好像主人跟仆人搞在一起的 他不高兴 这第二 那么第三就是说 我们就是在宗教上尊重 你们怎么又进一步讲这种话 让我们很尴尬 有一次 我在南普陀的时候 有一位马神父 他跟我私交 不敢说有多好 但我们当然聊得来 那我们就在聊 就几位师傅也坐过来聊 聊聊就有一位师傅 就不太得体 他说 哎呀神父啊 你也可以来皈依 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很客气 他在南普陀 我说的台中的南普陀 南普陀寺 他很客气 他就讲一句话 他说 师傅 我是神父 我来跟大家聊 就是因为我们梵蒂冈也强调 入境随俗 也应该多了解其他宗教 多与其他宗教合作 不是说我要感性 那怎么可以讲这种话 懂意思吗 真的很不恰当 当然那师傅没有恶意 但是也太不上道了 是不是这样子 你看人家很雍容 人家就这么讲 回答你而已 还有曾经有一位 所谓的修女 有没有 她真的皈依了 你知道吗 一大堆居士说什么 她皈依佛教了 修女皈依佛教 我说你不要这样做 修女可是有中央在管的 他们是有神父 father 神父是father 然后再往上就中央教会 那就是梵蒂冈 她一个修女可不是完全自由的 那个一定是她跟你融合 做的一种比较出格的做法 你不要让她难堪 结果你知道吗 后来她领尿往生的时候 一大堆居士居然要她说 念阿弥陀佛 她就当场就拒绝 她说不可能 我是一个修女 我不能这么做 这就是要尊重人家 懂吗 那这里佛法里头讲的就是这样 她所谓利乐有其穷未来计 这是没有条件 她看到一切法皆是佛法 这里虽然没有隐 在我们的普贤观经理有提到 一切法皆是佛法 非法都是佛法了 何况还是人家的宗教法 宗教的教法 对不对 所以当然佛教在大乘的角度来说 是会跟其他宗教保有很和谐的互助关系 这个不要说什么 我们在推什么宗教基本法 跟这个无关 它的本质就应该这个态度 这样了解 这也深深的影响了台湾的宗教环境 所以台湾的宗教环境 没有什么宗教对抗的事情 没有 也是这样来 这个跟大乘佛法的观念很有关系 但我说过 这还是要分别 分别但是是合作 你都不分别就不叫合作了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那不叫合作了 就搞成一气了 懂吗 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不适合 就像我们不适合要人家神父来皈依 我们出家人也不适合去受洗 去吃那个面包 也不适合 这点就是 合作是一回事 你这样做并不一定真的换到人家 人家的尊重 人家还觉得你的宗教信仰不够虔诚 你背叛了你自己的宗教 人家甚至还会这样看 是这样 所以你看看 我去看神父 人家神父自己很有那个 他知道接近中午 那他们能跟他讲说 过午不时的问题 他自己下去买了六粒 数十面便当 搞得对面那个卖数十便当的说 神父也改吃素了 他后来吃饭的时候 他聊给我笑 他也陪我吃素 那天 那我们难不曾说 神父啊你也来信佛了 当然我们不能这样 人家就是尊重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对他很尊重 对神父也非常尊重 就是这样 这是尊重 不是缴获 从没分别 这点要弄清楚 好 接下来涅槃各说 总整理了我们前面讲的 大乘跟小乘的说法 这里头进一步的 要跟大家讲 大乘本身的涅槃见解 也稍有不同 这跟他的大乘见解不同 有关 懂吗 这点再了解一下 那你就知道了 首先一种是 大小乘共见 运苦 永习之涅槃 这点是真的 涅槃无论大乘或小乘 他都有个看法 五运所造成的身心之苦 已经永远熄灭了 不会再死灰复燃了 听懂吗 这样子 这是一定存在 这是真的 这不同 这通于大小乘 这样了解 所以懂这句话就好了 烦恼的根本是我见 迷于我见 迷于无我的这种愚痴 迷于无我 那就是由我见 那么唯有这种无我的身会 才能够破除他 这种愚痴 有了这圣身的无我空会 便能够破我见 体验到人生的这种无我的真理 获得了大自在 这是现身所能修验的 也是圣者所能够确实证明的 等到这个此生的暴体结束之后 不再受生死果了 就入了所谓的无余涅槃了 但阿罗汉就是这样的 释迦佛八十岁时 也是这样子的入了涅槃 那么这个 那么进一步的推陈 就难于明白 就容易 就不难明白 应该是这样讲了 那么一般人这样想 入了涅槃那么到哪里去了呢 正的涅槃之后是什么样子呢 这就是一般人 再进一步他就不懂 我们跟他讲活着的时候的状态 基本上对在家世俗不学佛的人都懂 就是苦的勇习 但是呢我告诉诸位 我不是讲嘛 我国中的时候 我们那位老师 他就会说 没有啊 人生快乐四十八九啊 完全是小确信状态 是这样 他的儿子就跟我同班同学 是这样 我那时候我就不以为然 我还没学佛我就不以为然 我还记得我私下就跟那位 我的同学讲 你爸还在放屁 他就讲 他怎么这样讲啊 那还是我们的老师啊 小孩子嘛 比较坏 讲话比较不尊重 现在我不会这样讲了 但是 一样 有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基本上是人本主义者 比较多 他讲人生的价值 强调人生的积极意义 强调人生应该要往光明面看 难不成佛教都往黑暗面看吗 佛教认为 哦 人生没意义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自杀 我的双胞胎弟弟啊 他曾经跟我讲一句话 我说你那个讲法不对 他就跟我讲 佛教是不是叫眼睛不要看 耳朵不要听 不能听 身心不能想 这样叫做自在快乐涅槃 我说 那叫做虾子 他是植物人 你说的这个是叫植物人 他才自己说 哦 对 我说不是吧 我说 我说某某 你当然没有恶意 但是如果你对佛教了解 你当然不是佛教徒 但是如果你对佛教的了解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太过了 我对基督教了解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那么荒唐 那么远离 不是荒唐 那么远离 对吧 你看过我讲过你们基督教圣经的话 你们的信众还说 我说得比你好 对啊 他还承认 在一次在天母吃素食的时候 我请他们去吃的 那叫做无菜单素食 无菜单素食你就知道 那都是很棒的 非常好吃的 那一刻都要有一点钱 我故意要度他们夫妻 还有他们几个干部 他们一起来吃 我都还记得那个情境 我记忆力基本还不错了 是这样 然后再收了收掉了 那个老板 那个老板娘 那个老板 女的老板 太酷 一定 然后后来天母这一地方 消费力呢 有 但是很多有钱人搬走 房子都留在天母 因为天母是传统台湾的外交使节住的地方 是这样 或者是富有人家 或者是一些大官住在那里 所以它是很富有的地方 但现在不是 所以他就后来收走 当时我就讲了 我说你们基督教的修行 应该概念是这样 那基督的意思应该是这个 不是 应该不是你刚刚解释的那样 结果我讲到他们一愣一愣 他们说真的是 得恩 师父讲得比你好 当场就这样讲 我说 这个一点都不难嘛 要这样讲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样认识就太过了 我告诉你 其实不是这样 捏盘是怎么样 他有仔细听 后来他有 他有告诉我说 他平常有空 他也会听我讲课 在YouTube电视上也会听 他也会听 这样子 他当然没有恶意 只是说 你看会被误解到这个程度 所以一般人就难以明白 捏盘后是什么状态 懂吗 是这样 一般人难以明白 捏盘前的状态 为了要断 有我 所以正无我 以无我的空会 来破那个我见 以体验人生 无我的真理 那因为无我 所以不受苦 基本上 一般人还可以 勉强理解这个道理 连老子都说 无之大患 唯无我身 唯无有身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接下来讲了 那一般人会这么想 入了涅槃了 那么人到哪里去呢 正的涅槃是什么样子呢 关于这个 佛很少讲 总是讲死是怎么延续 生死怎么延续 怎么断烦恼 怎么样子正涅槃 但入了涅槃的情形 本来是不用说 因为你证得了 你自然就知道 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 如果我告诉你 一个眼瞎眼盲的人 我跟他讲白 你叫我怎么描述 都描述不对啊 所以你叫我怎么讲 所以你不要埋怨佛陀没讲 佛陀怎么讲 有什么语言好跟你讲 对一个四盲者 描述白 天生的四盲 描述白呢 对不对 所以不讲 也是有他道理的 所以说 缘是不用说了 说了也不明了 这样懂吗 是这样 不过呢 比方一个身盲的人 得了眼科医生求知 一定要问明白 明眼之后是什么样子 医生说 说了也没用 因为他从来没有经验 无法想象 只要接受治疗 眼睛明亮了 你就会知道 何必预先说那些 你明亮之后的事呢 这样懂吗 这个比喻是这样 这个比喻 我相信一般人 能懂 但有时候 就是 颠倒 业障重 不能接受 有一次 有一个居士 带了一个 一个世俗人来 他就直接冲着我说 师父啊 你请欧弥陀佛下来 我就念欧弥陀佛 我说 那你请 如果你能够请你的 真真真祖父下来 我就请欧弥陀佛下来 咱们来比一比 他才傻掉 他才傻掉 他说我真真真祖父 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 我说 是啊 是 你光一个曾经存在的 你都找不回来了 何况你的眼睛 你又没学佛 我就算请来 你看得到 所以很多人 很多众生是这样态度的 很怪异的态度 好像他没看到 他就可以 俨然不信 那真真真祖父 你看过吗 你敢不信吗 所以像这一类的情况 有时候就是因为 一直要求医生 告诉我 长什么样 我才要医 我把你医好 你就不用讲了 你自己看得到吗 你干嘛呢 你先让我医 他就不要 这样 所以这众生样貌 但是若一定要问明白 才要就医 那他的眼睛将永远无法 光明 永远无光明的日子 所以涅槃也是这样 我们从无事以来都在身中流传 为神正的涅槃 所以入涅槃的境地 是怎么想也想不到 怎么说也说不到的 正如生盲 没办法见光明一样 佛教重实证 只要依着佛所说 去修 你自然将来就明白了 这样了解吗 好 那么这下面就不再说了 那么接着 小乘的修行人 他又怎么看 小乘的修行人 他说做到生死解脱了 就算了事了 这是小乘 所见到 干嘛 孕苦歇息 刚前面讲了 这样就OK了 法会上讲 以离苦为涅槃 不以见佛性为涅槃 就在讲这个 懂吗 那么这个时候 痛苦消除 再也不起什么作用 这是小乘者的涅槃观 大乘有进一步的内容 可以分两点来说 这把它讲成白话了 分两点来说 第一 约体正的实相 这件事情来说 的一味说 身为人所证入的 法性平等时 是离一切相的 虽也知道 法性不离一切相 但在正见时 不见一切相 为是平等一味的法界 所以说法性 所以说怎样 所以说 慧眼于一切法 都无所见 什么叫一切法 都无所见 也不是眼盲了 叫做都无所见 是指都没有见 那个众生分别相的见 懂吗 众生这怎么见 这是我的老师 这是我的儿女 这是我的财产 这是我家 镜子里头 那个人叫做我 这叫做我 这叫做我 众生所见 那永远就会为我做一切事 要不就是送给我爱的人 送给我的亲人 送给我的朋友 我的国 我的家 我的什么 就是我 这就是众生见 圣人从来就不建立一个我了 那个我不存在 虽然肚子饿了他会吃饭 但他不为那个我吃 虽然台湾或者是他的国家 有了地震 他也会去震灾 但他不会说那是我的国 但他会比谁都做得多 但他就是不执着为我的国 我的人 我的什么 这样 这叫做见 无所见 无所不见 这个的无所见 懂吗 那为什么叫无所不见呢 因为 不是在那里 就慧眼于切法 无所见 这个法不是佛法的法 是指存在宇宙之间的万事万物 叫做法 包括思想 叫做法 这样懂吗 这叫法成 色身相畏处叫法成 那么因此我无所见法 因此 我的 身闻人也无所见 他是什么 他无所见一个我 大圣人也无所见 于切法无所见 他是更进一步的 我说同一句话 大圣人见的不同 见的是 无我 也无有一切法 的那个无所见 不是指于一切法 法存在 而我不存在 苦法是存在 但我已经不存在 宇宙万物是存在 但我已经不存在 我 不叫不存在 就是我已经是无我 所以我不在受厚有 我不在受苦 这是身闻人的见解 叫客观实有 叫说一切有不 就是这个概念 客观实有 主观的我 法我之我 是无我 这是身闻人见解 到了大圣人 客观也不存在 所以他讲了 与法无所见 身闻人跟大圣人的 无所见 概念是不一样 这样懂吗 他更进一步 他更究竟的无所见 所以身闻学者的 生死捏盘 差别论 性相差别论 都是依据古代圣人 这种体验报告 而推论出来的 但是大圣修行人的生物 在正路的一切法性时 虽也不见一切相 身闻人所做的 也见的 不见一切相 三寸同路一法性 真见道 真见道 见这一切法 平等性 但身之法性 也不离相 所以进一步的知道 知道呢怎么样 离一切相 不见一切相 但也不舍一切相 哇 那这个时候 众生苦 不可得 但众生苦 你还是要去度 也不能舍一切相 行慈悲不可得 但不能舍行慈悲法 所以做一切善 无有一切善的执着 虽无有一切善的执着 但也不舍一切善 这样子说 这样懂吗 所以做了就忘 忘了还做 哎呦 又跳掉了 忘了还做 做了就忘 我法师律常常教我 说 你该做什么就去做 努力的做 做了就忘 所以做什么叫做了就忘 不要再执着他 那该做就去做 就是一切法义当中 该怎么做就去做 是这样 所以他尽 由此尽修 等到了 证悟及生死 见法性离相 一切 如幻的事项 仍然 婉然的呈现 有没有看到 梦境固然不可执着 可是梦境当中 有一大堆人 还可以在梦里度人 他们在梦中 又不在梦外 你只在梦里度人 这种空有无碍的平等观 这等观就空有无碍的 空有无碍 空有无碍 看到没有 空有无碍 所以这就是大乘的根本样貌 虽然还有很深入很深入的内容说法 我们讲七种般若 对不对 七重的般若 七重的这种转进 就在讲这个 称为宗大 这我们之前都有讲过 或称之为真空即庙有 有没有 空 中有庙有 庙有即真空 要这样讲才完整 不能讲半句的 真空即庙有 庙有即真空 要这样讲 由于体正到这样 所以说慧也无所见而无所不见 无所见就见一切相的平等性了 所以不见他的差别相 就叫无所见 比如这样讲 你有没有看到我 你有没有看到你爸爸 我没看到 我就看到众生 因为你一直在执着爸爸 我就告诉你 我是看到众生 你爸爸在受苦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他在那 受苦 还是无所不见 该清楚你在指涉的是谁 我还是知道是谁 一般人 打在儿身上 疼在娘心上 儿女受苦了 爹娘了 痛苦都不得了 对啊 但别人的儿女痛苦呢 你无数事 搞不好还认为应该的 理所当然的 搞不好他的伤害就是你儿子造成的 你还觉得很好 这众生见 对吧 众生见 最明显的就是怎样 我儿子考上第一志愿 考上什么大学了 对啊 你高兴啊 你儿子占了别人家儿子的名额了 对不对 才没有了 我儿子好才好 这就有所见 知道吧 菩萨不会这样的啊 这样懂吗 看起来很正当嘛 对不对 考试第一名多好啊 对啊 有第一名 所以你挤掉人家第一名 有那个贫穷的小孩 更需要挤进这个科系 但你把他挤进去 你把他挤掉 菩萨一定不忍 我们是一般凡夫 好的 小孩子考上了 这样懂吗 所以无所见 无所见 有了见就起分别 起我值分别 所以说无所见 还有一次 我那个时候是 大四还大三 我有个小学同学往生 听说是喝酒 摔进水沟 还是怎么样 还是我 不 那是另外一个 高中同学 那我讲的是小学同学 那我小学同学 打电话来告诉我 说 某某人呢 就跟我讲 说 那个谁谁谁 往生 死了呢 那个时候还不懂 他讲往生 死了呢 这样 那我就说 好啊 我会帮他回向 我语调就这样平平 然后他们就嘀嘀咕咕就说 你怎么会这样 我们都好惊讶 我们都落泪哭 你怎么都没反应 我说 我也很难过啊 我跟他以前是好朋友啊 但 我有经历难过 我不如有经历诵经 来回向给他 他们就觉得 好像对又好像不对 好像对就是说 我在诵经回向给同学嘛 好像对 但好像不对就是说 你可以这么冷静啊 你可以这么冷静 你看世尊 他的爸爸原集 世尊不是说忘记了 都徒弟七元 你们去负责就好 我不理 没有啊 世尊自己下来啊 抬官 但你看世尊在那哭吗 擦眼泪 还是躲在那个疗房里偷偷哭 因为我是佛了 不能让人家看到我在哭 没有啊 但你看世尊在笑吗 也没有啊 就平常嘛 因为无所见 平常 也无所不见嘛 所以他应该要 按照那个正常的 一般的众生 一般的众生 这一个呢 跟我们讲的这个 当年呢 战国时代 法家还是墨家 墨家 墨家说 拔一毛以为天下而不为嘛 然后他就讲一句话 他说如果巷子里头有人往生 那是他家往生 没有一个人的家庭 家里没有人往生 所以我不会因为他们家里往生而改变我怎么生活 所以呢 我照样唱歌跳舞 这个时候儒家的人呢 就比较中庸 他说里有病不像歌 里有病不像歌 病 病就是伤事 出病那个病 所以对啦 是各自都有死亡啦 没有错啦 但你不用把它表现成这个样 刻意的表现成为 你在那里做乐 不需要 也太过 你应该平平 或许你不用为他一样 哭得死去活来 但也不必要 坐到你去那边唱歌 不过呢 我上次不讲吗 日本不是这样 日本的话呢 家里往生了 如果是长辈 特别是长辈 往生 一定他有很多 朋友 亲戚嘛 会来家里 明天要出病之前 今天会来家里 你在干嘛吗 办party 然后会谈论一些 这个人的一生的快乐 优点 或者我受惠于他的事情 也会偶尔哭一下 但也会做乐 他们认为呢 他往生的就是要远离我们 我们要送行 所以呢 我们不要让再那么样悲伤 这样会让他走不开 应该谈一点他的好事 让大家对他的怀念充满光明面 我觉得日本这个文化这样说 也没有错到哪 但他也知其一不知其二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坐在那里 听你们谈笑的 有的人死了 马上堕胎 要去做猪狗猫羊 乃至于要去做地狱畜生 乃至要去做恶鬼 他正需要你诵经回向 你在光谈他的好 有什么用处 这就好像有人正在生大病 那你们一群人跑来说 哎呀你生命已经好苦了 我们谈一点快乐的事 我是知道你们的好意 可是现在我痛得要死 你们能吃能喝 在那里聊快乐的事 你比对起来我更难过 也有可能这样 所以这也过了 善意 这不是恶意 但就佛法来谈 应该中庸 你如果那么好 我们可以聊一下 这个人好 我们怀念一下他的好 但我诵佛经会更好 于明阳两立 鬼神得利益 特别是鬼神 你知道是谁吗 一个人刚往生的时候 他的冤心在主会过来 这时候你正在诵经 他因冤心在主 一转过来受经的加倍 反而感恩你 你的福报 才能感恩 才能感应到出家人 或者是佛弟子来诵经 我才能得利益 好了 我跟你的恶业一笔勾销 反而能这样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不应该用人文的态度 来说好坏 来做什么唱歌或不唱歌的事 应该用诵经 这就是所谓的真空妙有 妙有真空 懂的意思吗 你说是空 死亡是空 对啊 空就可以唱歌吗 就可以做乐吗 也不用 空固然什么都没有 往生固然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事 可是也犯不着 你把它搞成那么快乐 应该务实的做妙有之事 什么叫妙有 诵经才是妙有 诵经生起无边的功德 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但中阴神会知道 鬼神会知道 所以生起妙有 死亡固然是如患 借由如患来诵经 恰恰得大利益 对不对 所以真空告诉你是如患 但是如患中生妙有 利益众生 导过来说 虽有妙有也不执着 诱入真空 真空妙有 妙有真空 由于体正到此 可以说是 慧眼无所见 而无所不见 这观念就来了 这样懂吗 好 接着 依据这种体正 安利教说 所以是性相不二论 生死捏盘 无差别论就出现了 什么是性相 性是空性 妙有是相 性相就不二 性 一切的妙有的本性 还是会消失 观音菩萨寻生救苦 寻生救苦完了 他还是消失 他还是入于长激光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相 现前 也不坏 毕竟空性的 空之性 这样听懂吗 所以这是相性 那么 性是空 也不坏相的存在 相处处存在 也不坏 一切都在空性中 相性不二 生死涅盘 无差别 而这句话就讲一半 无差别 而 差别中 而无差别 无差别中 而有差别 应该是要这样讲 怎么会没差别 我在生死 凡夫 与凡夫是有差别 与佛是没差别 他在讲佛果即鞭 确实涅盘跟生死无差别 这样懂吗 是这样 但就理来说 理是这样 生死涅盘 差而无差 无差而差 说差别嘛 才会有两种名词嘛 一个叫生死 一个叫涅盘 说无差别者 就是说 就在生死中 即是涅盘 这是无差别 这个观念也有了 我们接着 在修行的过程中 正到了这里 名为安住于 无住处涅盘 没有住啦 生死边住不住 不住 涅盘边住不住 不住 不住生死 不入涅盘 虽不入涅盘 而又出离生死 他就不是两 二分法 在涅盘生死是两分当中 有一个第三分 中道义 这就是中道 这样听懂吗 这样叫做中道 中 中是指的 不落两边位置中 不是指不承认两边 是有两边 但是呢 怎么样 不受限 不受限两边 好 接着 安住于无住涅盘 这前面都讲过 而能不厌生死 不着涅盘 这是小镇政务所不及的 既不厌生死 其实还有一个 不入生死 不堕生死 入了 入是入了 不堕 不堕生死 不厌生死 也不堕生死 那么不着涅盘 是对的 不执着于涅盘境 但也不离涅盘 所以不厌生死 不堕生死 不着涅盘 不厌涅盘 不不离涅盘 懂意思吗 不离啊 我虽然不着 但我不离 所以我虽然十方化网 在十方生死当中生涅 我涅盘性没变 涅盘性它怎么这样不变法 你看哦 释迦佛事件在我们苏博世界的尼泊尔那个地方 他也学射箭 也学天文 地理 政治 作战 他都会 根据印度他们演的那个传记 应该是有一点考据 他曾经说过说 其实 四尊也曾经带兵一起去作战过 因为他要立战功 才能够在国内 好好的 这个这个这个 承担起王位 当然也有这种说法 但不论是哪一种说法 四尊 你看他 还没有去修行之前 他做的基本上是 跟我们差不多 应该说 他跟我们是有差 他应该是说 他几乎扮演一个 政治第二代精英 该有的生活 现在如果拿来现在讲的话 他有一句竞选立法委员 这样了解意思吗 因为我有经历过立法委员的 这种选举之煎熬 喜恋 你那个政治的熟练度 老练度才出现 不然你不知道 人家政治在谈什么 像这样子 释迦佛也得经历 那这个经历 你意味的是什么 不得已 隔音之谜 才不 佛没有隔音之谜 大家 佛为什么还要在做这个事 两个意义 第一 释献给众生 说 我经历这个 我仍然能够出家 你看 有儿女 有侍者 有父亲 有母亲 有老婆 老婆还不是一个 有期待 人民的期待 甚至于有知识 可以为人造更多的福 这几样他统统有 都到最顶尖 近乎 而我都还要出家 这意味着什么 两件事 第一 你们人间 有人像我这样 风足的吗 这样自在的吗 如果 有 你就不要出家好了 如果没有 像我比你们这么自在 这么风足 一切 名声地位 娇妻美切 名文立养 样一样这么具足 我都走得了出家 你不要告诉我 你有多难 你不要告诉我 你出家有多难 要跟不要而已 这就是我当年 去问广京老和尚 要呼隆广京老和尚 他一屁把我打过枪 时间还没到 我讲一下 就我那时候大三还大四 那读成大 我认识那个后来也出家 叫绝会师 南医书局 南医书局大家都知道 读过书都知道南医书局 南医书局专门来印那个参考书 南医书局南部的总经理 他在德化堂 德化堂在现在的台南的什么 什么街 开山路还是哪什么路 上面 你们德化堂 德化堂旁边的大楼 也是德化堂买的 还是怎么样 它有一整洞平的 在那里每天 每天有念佛一炷香 因为我会打地中 我也要负责一炷香 把周三来周几 有一次周三 我要去打地中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今天要朝三 我就带了两台游览车 我负责念 台湾地藏王菩萨 台湾地藏王菩萨 不是台湾地藏王菩萨 不是大陆的 是台湾的 台湾地藏王菩萨 南无台湾地藏王菩萨 一路 再没有通事 广青老和尚就在那里 三个多小时 十二点出 等到十二点 我十点去等 等着老太太 集合到 到 已经到十二点 十二点到那里 两点多 然后朝三到四点多 做早课 早课做完吃早餐 早餐吃完 问广青老和尚 所以说 世尊 他视线那么难 我根本没有那么难 我跟广青老和尚讲说 哎呀 我独子啊 我爸爸生病啊 我们家欠人家钱啊 我母亲老了 也生病 家伙很惨啊 那 我现在又刚退伍 那我想出家 可是这么难 我父亲卧病在床 请问老人家 我该怎么办 好难哦 好难 主委该怎么办 你知道他怎么说 他就拿着毛巾了 这样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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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你哪个大事 他这样做动作 所有人都杀在哪里 所有人都杀在哪里 出家 出家 你干什么大事 好大声的吼 他本来做这样 出家你家的事 不要不要挖 我所有人都杀在哪里 我都愣了半秒钟 我才知道 是 我知道 对啊 我要挖个坑 给老人家跳 你看这么难 这么难 你老人家 你不是都劝人家出家吗 你看我这么难 你看我怎么出家 请问我怎么出家 在他想法是 要难千难万难 没有释迦佛那么难 对不对 释迦佛都出家了 国灭掉 是不是后来灭 他不是因为他出家灭 他都正佛国了 他还是国灭 你看看 那他说了 那是国运如此 也不能怎样 所以千难万难 我们有这么难 不过就是个爹娘 把你绑着 有的更糟 更小气 不过就是一个娘 把你绑着 要不就是一个爸爸 帮你绑着 特别是女生 说什么 女儿是爸爸 上一辈子的情人 说的 鸡皮疙瘩掉满地 他怎么讲这种话 我看那个有居士老爱秀他的女儿照片 然后就说 哎呀以前都是我在骂他 现在都他在骂我了 阿欧都不敢回嘴 爸爸都这样 都是这样讲 那个好甜蜜喔 说这种话都好甜蜜 晒甜头 放闪 在脸书上放闪 爸爸对女儿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有时候连妈也这样 那也不过就这两个人绑你而已 有多难 有我以前那么难 我都要被吼了 了解吗 这就是所谓的 什么呢 大乘佛法不着 不厌生死不着涅板 的概念 世尊一定要 视线在生死当中 他不能在没生死的状态底下 去出家 一定要在生死的状态 很辛苦 很责任很重 很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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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而且很自在很自在 什么是自在 有个东宫下宫跟秋 没有东啦 就应该秋夏春三个宫 让他享受 宫女就别提了 一切 他怎么样 还出家 而且找不到师父喔 他出家之后还找不到师父喔 还要去跟外道学喔 你看多痛苦 痛苦到怎样 痛苦到跟师父都学不对 他自己也知道不对 最后他要改变修行方法 被那个他的亲人 舅舅 阿朗乔成如撒舅舅舅 他也是他的护卫 五大护卫 通通 破戏 你看有谁他这么衰的 他真的是衰到底了耶 还没有开户之前 释迦佛是怎么样 背负的所有的骂名 所有的责任 所有的不忠 不孝 不义 不仁 都背着 最后背负 叛道 还背 他那个吴比丘 当年是五婆罗门 说 他去喝羊乳粥 已经不愿意再修苦行 算了 他退道了 终究是太子 终究是太子啦 没法吃苦啦 没法我们给他喝齐六年 走走走 还约好喔 过几天他来找我们 我们说好了啊 不要理他 他们本来是护持太子的 一修六年都跟他修 修成了 也变道人的样貌了 悼念也起来了 现在反而看不起他了 本来是要把他捞回去的 对不对 现在是反而看他退道 捞不起他 你要知道当年 释迦佛是这么委屈耶 还没证果 事件还没有证果 这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世尊 要不厌生死 他要在生死当中 做给咱们看 死得这么惨 我也去开悟 死得这么惨 我还是去开悟 我还是去念佛 我还是去证得 究竟 觉悟之道 你有我这么惨吗 他在讲这个诗 懂吗 所以为什么说不厌生死 他要在生死中修 不着涅槃 他当然不说涅槃 不然他来干嘛 对不对 他在长济光就好了 不着生死 不落涅槃 这是小乘所不及的 但大小的涅槃 完全是不同 大乘人在三乘共证的法性中 更进一步达到 法性海的底里 就是说更加究竟的意思 他有一样地方 我刚刚不是说吗 孕苦的止息 这是一样 这样了解吗 这样了解了 这只是用白话再说一遍 一遍而已 第二种不同是什么呢 曰修辞的悲怨无尽说 是什么悲怨无尽 不过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反正明天后天还会上 我们就不用太麻烦 好不好 辛苦一天 辛苦一天 大家多努力一下 上课是一种修行 我们大家都辛苦一下 好 向下文长 负以来人回向 众生无边旋度 众生无边旋度 烦恼无尽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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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道无尽旋度 自归以佛 自归以佛 当愿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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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解大道 提解大道 发无伤心 发无伤心 自归以法 自归以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愿意识功德 愿意识功德 庄严佛净度 庄严佛净 庄严佛净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度 下祭三度 若有见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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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发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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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此以报生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好